主胸部不舒服 主胸部不舒服 应该说是心脏 有时在心脏部位 有时在胸部位 加了好几个了 因为没几次拍 加了好几个星期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星期 我看到那个腿很长 感觉腿很长 再往前走 那是胖部总统 年轻的时候一路走 感觉腿很长 为什么说它很长 凡事实际器考察 实际器看究竟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后慢慢看多了一个 就基本上心脏部位 毕竟是企业家 毕竟搞企业的 有问题就得解决 这个时刻我看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那是拜登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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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报告 那政客就是这样 要写报告 写报告 那些报告是什么 听其他人的汇报 听其他人的汇报 然后就送回一下子就可以了 他不会实力去考察了 不会实力去考察了 所以拜登的政策理念 从实际上是差了十万八千的 差了十万八千的 首先他根本不知道 最多数的人口 最众多的那些人口 那些人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想法是什么 需要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要我所知 要我所知 即使说他知道的话 也是听人家的汇报 听人家讲的 听人家讲的 另外一个 他经常干野儿道林的事情 野儿道林的事情 以为人家不知道 人家不 人家说他事情 肯定不会当到他了 都别人说 他一直以为 一直以为是 别人是不知道的 一直以为是 别人不知道的 一直以为是 别人不知道的 实际上是什么 除了拜登以外 其他人都知道 只有拜登自己不知道 因为那丑闻 不会直接对着 拜登说 不会对着拜登说 不会对着拜登说 但是创作都不一样 好话坏话都能 都能看得到 听得到 比如说贴得上 骂他的人也有 有时刻 稍微仔细看看 为什么骂他 看看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那么 以后 在这战的过程上 把他吸收进来 把问题解决掉 而拜登呢 拜登连推特 都不是自己 自己 自己在玩 是他的那个团队 在帮他整这个事 所以 所以 一句话 川普总统得到的是 一手材料 一手材料 而 拜登讲是 没有材料 没有材料 他所谓的材料 是道行图书的 所以 如果 如果 人家说 拜登 是老年次贷 老年次贷 你没有一手资料 来自证的话 就是个老年次贷 不是次贷 也是次贷 所以 要自证的人 必须要 获得第一手材料 第一手材料 这个时候看得起了 他电脑都不会 不会 不会玩的话 得不到任何自信的话 也是在故障上面 同拜登一样 同一样 就是 这个还不一样 有的地方一样 有的地方不一样 在中国这边 是 只能听到好话 听不到坏话 听不到反对声 反对声 他的手下人 已经把他干掉了 把那些 发出反对声音来的 已经把他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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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说 所以说 不同的人 就是 干不同的事 你从来不轻轻群众互生 不到行众当中去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 人们的需求在哪里 而经常在上 下面 听起行众互生的 甚至在推特上看 人家怎么反对他的 他就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将来怎么执政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这么一回事 原来创不从从 他一直感觉到 人们的想法 感觉到人们的想法 然后把它做得更好 把他做得更好 再见